我在北京专卖二手老破小的前同事告诉我 买兄宅不要紧 一定要把旧屋的装修拆掉全部重装 连墙也得重刷 否则说不定哪天 会从隐藏的角落里掉出来不得了的东西 我北漂的第八年 和女朋友搬进了望京一间三居室 我们住在主卧两个室友猪刺我 三个月后我的室友告诉我 这间屋子不对劲 那天是端午节 我早早下班去超市买了一堆食材 准备晚上和女朋友在家涮火锅 我坐在车里给女友发微信 突然18050的合租群闪了条消息出来 一直不说话的周姐在群里发了一段小视频 我点开视频画面里是另一个室友和小童 她拿着一把衣架差不多长度 的大铁班寿正在框框砸墙 那是客厅公共卫生间的墙 墙面贴的防水瓷砖已经破裂成一块一块 什么情况周姐你来一下 我有点猛快速在群里发了条消息 我不敢他班寿砸我身上怎么办 要不我报警吧周姐回复 现在家里应该就和小童和他两个人 视频里和小童一边砸一边口中 胡乱念叨着什么 看上去有点魔症了 指不定能干出什么事来 先别报警周姐你安抚一下他 我马上到家 我回复 我到家的时候 墙面瓷砖已经被和小童 破开了一个脸盆大的口子 露出了水泥墙体瓷砖碎片崩裂开来 有些崩到了他身上 在胳膊上留下大片的红肿 他却似乎毫无所觉 不能放任他继续砸下去了 中间要是知道他随意破坏房屋 完全可以扣掉押金 然后把我们全都赶出去 在旺京这个互联网公司遍地的地段 我很难再租到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了 我犹豫了几秒冲上去夺走和小童手里的扳手 拦腰抱住他 他体重很轻 腰肢纤细双眼失神没有聚焦 在我怀里一直挣扎 我来不及细想紧紧抱着他往刺我走去 然后关上门堵在门口 防止他出去和小童 你看看我我是乔� 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解决你冷静点好吗 乔� 听见我的声音和小童回过神来呆呆地看着我 乔磊 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解决你冷静点好吗 乔磊 听见我的声音和小童回过神来呆呆地看着我 他长发蓬乱小脸脏脏的 睡裙上全是灰尘和碎石渣 一副可怜样子 你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来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和小童房间的窗户紧闭窗帘 也拉得严严实实 屋子里又阴又暗 我拉开窗帘让夕阳照进来 和小童理了理自己蓬乱的头发 缩近被子里全在床头声音音哑颤颂 在洗漱的时候偶尔会闻到一股非常恶心的味道 这股味道很难形容 像是有什么血腥的东西多年发酵后产生的味道 又腥又臭还带着一丝酸味 有时浓的冲鼻子 有时却淡的几乎闻不到 刚开始他以为这是地漏反潮的味道 但我们这间屋子在18层北京气候干燥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经常性的反潮 后来他以为是卫生间漏水 让中介找了管道师傅来检查维修 又楼上楼下打听 没有医护说自己家里卫生间漏水 师傅也没检查出什么 只做了些防护性的修补 中介又叫保洁阿姨 把卫生间彻底地打扫了一遍 连瓷砖缝都刷得干干净净 虽然费了些功夫 好在臭味也消散了点 这不挺好的吗 该查的都查了还做了保洁 我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 一枚沉香熏香点上放进香炉 又打开窗户让微风透进来 卫生间嘛难免会有味道也很正常 明天买个空气清新剂放卫生间就好了 和小童摇了摇头 没用的不止味道 更奇怪的是还在后面 折腾一通之后 和小童以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就放下心来 但谁知道一周前怪事又发生了 她在卫生间里洗澡刚开始 也没发觉有什么不对 可到后来越洗越觉得身上发冷 花洒出来的水明明热地烫手 卫生间里还是没什么热气 连水蒸汽都聚不起来 仿佛这个空间里有个隐藏的 黑洞把所有的热气都吸走了 整个屋子阴冷地像在过冬天 和小童背上的汗毛瞬间倒立 这个屋子不仅仅是有臭味这么简单 肯定是有脏东西 她警惕起来草草地冲洗干净 穿上衣服 从厨房翻出一把水果刀捏在手里 打开卫生间里所有能照明的东西 把屋子照得透亮 从门后镜子浴盆马桶 墙根一寸一寸检查过去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现 她刚松了口气准备离开 突然间那股臭味又出现了 味道浓烈至极 臭味的来源好像就在她鼻子下面 和小童胃里忍不住反酸吐了 接下来的一周 每次想到或者闻到那个味道 她都会条件反射的呕吐 直到吐不出任何东西为止 不仅如此 那天之后 她每天晚上开始做噩梦 梦里她举着一个大铁锤 不住地往前砸 前面赫然是一面贴满青色磁砖的墙 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墙面青砖破裂裂成一个巨大的黑洞 但一转身 墙面又恢复了一支循环往复 哪怕睡前吃了安眠药 她也依然会梦到这个场景 在梦里把墙砸了一次又一次 那面墙和卫生间的墙一模一样 和小童抬头看了我一眼 两行眼泪刷就流了下来 我把纸巾递给她 她一边擦一边哭 表情惊慌不已 怪不得她眼窝凹陷 声音音哑业 举止疯狂 反复的呕吐会损伤生态 失眠和噩梦会让人神志不清 看来这段时间 她真是被吓得不轻 月有所思 夜有所梦 可能是你太在意这件事了 影响了你的潜意识 才一直做梦 根本没有什么脏东西 你想啊 如果这房子真有问题 中介怎么敢租给我们呢 我们要是出了事 她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放柔声音安慰她 下次再有这种事 你早点告诉我 别自己一个人扛着 和小童听完一愣 哭得更大声了她 冲上来抱住我 我感觉到我怀里 试了一片都是她的泪 好了没事了 我明天跟中介说一声 把墙补上 我轻轻拍打着她的背 能让她好受些 墙里真的有脏东西 砸开看看就知道了 我没骗你 和小童声音里 带着一丝祈求 我明天去白云关 帮你上炷香 再去道长那儿 给你求个福 保你邪随不清 这墙就算要砸 也先跟中介商量商量 好不好 她现在情绪太激动 我得顺着她说 否则不知道 还要跟她好多久 和小童点点头 受了哭声 情绪渐渐安静下来 窗外夕阳暗了下去 屋里都是沉香 淡淡的木香味 和小童似乎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把她轻轻放倒在床上 盖好被子 关上灯 准备离开 就听见和小童的声音 从背后的床上悠悠传来 阿磊今天能不能别走陪陪我 睡吧别想那么多 我关上门 我默默收拾了客厅里的瓷砖碎片 转身去厨房捣固 今晚涮火锅的食材 又煮了碗烟麦粥 把粥端给和小童看着她 勉强吃了两口 又沉沉睡去 我才终于松了口气 周里我加了几颗安眠药 我也实在是没辙 只希望她明天一觉醒来 恢复点理智 再跟她好好商量一下解决办法 毕竟今天和女朋友涮火锅 才是头等大事 我和女朋友王晴 平时工作都很忙 我是个商务工作时间 稍微灵活一些 王晴是个产品经理 每天基本都加班到十点 今天她好不容易答应我准点下班 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涮火锅的时候 我把下午的情况跟王晴说了 当然在和小童卧室里发生的事 我没讲 王晴在锅里涮着肥牛表情若有所思 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黑暗面 讲的是女主发现 家里经常出现奇怪现象 后来发现是有人困在密室里 用这种方法向她求救 王晴是恐怖片实际爱好者 喜欢打卡斗办惊悚电影片单 看过的电影不下五百部 她说着就打开电视 把那部电影放了出来 果然惊悚片都爱在卫生间搞事 电影里女主发现家里的异常 也是在卫生间泡澡的时候 那也不能砸墙啊 有事找中介房子是房东的 要我们赔钱咋办 我夹起一块老豆腐 蘸了麻将放进嘴里 豆腐里的汤汁烫嘴 差点把我送走 我和王晴都有了在北京买房的资格 正在攒婚房的首付攒够三百万 就买房结婚 所以我们现在的原则是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降低消费买刚需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和小童砸墙 如此在意的原因 但凡处理不好 我们可能就得搬家 我舍不得现在租的这间住屋 屋子的条件太好了 有独立卫浴和阳台 面积大 地段好可以步行上班 商区多人留大 特别热闹关键租金非常便宜 因为房东想卖一直挂着牌 所以比周围同样条件的房子 便宜了近一千块 我们俩看完房 当场就订了下来 简直捡了个大便宜渣男 突然一声谩骂在耳边响起 我心里咯噔一下 瞟了眼王晴 他嚼着娃娃菜正看得起劲 电视上画面正放到密室里被困 但前女友通过房间的单向镜 看到男女主在卧室里为爱鼓掌 原来是在骂电影啊 我暗自松了口气 我想起来这房子租金那么便宜 说不定是凶宅啊 王晴涮了个毛肚 又转头去看电影顺口一说 不可能如果这是凶宅 怎么会两三年都卖不出去 我惯了口北冰洋不置可否 那不一定有些凶宅是代煞的 必须除完煞才能出手 不然会出人命 因为喜欢恐怖片王晴 平时也会看点灵异小说 最爱看的两本是凶宅笔记盒 名调局一文录 这两本书到现在还放在窗边书架上 所以他说起这些东西来头头是道 但我是个唯物主义者 完全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保暖四婴玉吃完饭趁着今天月色好 我抱着王晴滚上了床 我俩下班时间总不挨着 他加班回来太累经常没什么兴致 导致我俩那方面频率不高 我今晚可算逮着机会 可以跟他好好温存一番 一场情势下来水光迷离 冰煮净欢 我不可谓不用功 王晴泪眼朦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末了我抱着王晴沉沉睡去 半夜感觉怀里突然凉了 我在被窝里摸来摸去 摸遍了也没摸到那具熟悉的动体 一股寒气窜上我的背景 我打了个机灵按开床头灯 发现阳台的推拉门不知为何被打开了 我走到门边 王晴背对着我站在阳台上 他穿了一条明黄色的长裙 鱼尾边的裙摆在夜风中摆荡 这画面明明很美 但我却觉得分外怪异 王晴平时睡觉很香 基本雷打不动 我偶尔打憨 他也完全没感觉 怎么会半夜醒来站这儿吹风呢 而且王晴根本不可能穿这条裙子 小晴 你不睡觉站着干什么 我伸手去拉他的手 王晴转过来头来看我 我定睛看去 吓得我差点叫出来 那张脸化着浓妆 嘴角一颗鲜红的美人质 这哪里是王晴的脸 这分明是和小彤的脸 和小彤弯起嘴角 冲我诡异一笑 举起藏在身前的扳手 朝我脸上狠狠扎来 要死 我尖叫着醒来 发现自己全身都躺得僵硬了 王晴不知什么时候 离开了我的怀抱 瞎着被子 躺在我身边睡得很熟 原来是梦啊 幸好幸好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 时间显示 现在是凌晨三点 背心短裤早就被冷汗禁湿 我起床快速洗了得早 洗完澡 我想起白天和小彤的话 特意地闻了闻 卫生间里的味道 把屋子方方面面都检查了一遍 主卧的卫生间 一切正常 完全没问题 我松了口气 穿好衣服 举阳台点了根烟 凌晨三点望京的街道 依然热闹不已 我靠在栏杆上 心里反复琢磨着 今天发生的一切 邪门真TM邪门 虽然我不信鬼神之说 但这件事 确实处处透露着诡异 如果这房子是凶宅房东 肯定不敢隐瞒 而中介公司 最多直接以低价卖出 往外合租的隐患太大了 中介不会冒这个险 其次 就算真有脏东西周姐 在这房子里住了两年 和小彤才刚搬来两个月 临走前还给我留下奖励的一吻 上午十点半 我敲开了周姐的门 周姐像是刚睡醒黑色的 蕾丝睡裙皱巴巴的 她一边扎头发 一边眯眼看我 周姐早啊 有点是想问问你 我礼貌的笑笑 递上刚买的豆浆和煎饼 还没吃呢吧 给你带的早饭 有事说是 周姐瞄了一眼 我手里的袋子没有接 就卫生间的事 昨天和小彤 不是把墙砸了吗 她说卫生间有臭味 但具体什么味道 她也说不上来 周姐打了个哈欠 我没闻到过什么味道 强让她赶紧找人来补吧 我就不告诉中介了 话音未落 就关上门 把我撂在门口 关门的瞬间 我闻到了一股奇特的烟灰味 但要说具体是什么 我又说不上来 仅仅是觉得有几分熟悉 我扔掉手里的饰品袋 皱起了眉头 周姐跟和小彤 说的完全不一样 到底谁在说谎 我正想着微信想了 我摸出手机一看 是我苦苦等了大半天的好消息 你那栋楼我查过了 千禧年间的二十年来 没发生过任何事故 不是凶宅 发消息的人 是我前同事 他是北京土著 离职后 干起了买卖二手房的银生 专卖老破晓 能拿到的小道消息 比普通的中介公司多得多 我担心房东 故意隐瞒凶宅的事 没告诉中介 所以拜托他帮我打听了一下 得知不是凶宅 我大大松了口气 北嫖多年我早知道 不能什么人都信 多留个心眼总没错 我向他道了谢 约他过几天出来吃饭 他倒也没放在心上 只是叮嘱我 如果想低价买凶宅 一定要拆了原屋 硬装软装 自己重新装一遍 最好连墙也重新刷一遍 我回了句好 顺便问了一下 现在的凶宅市场 他告诉我 北京的凶宅 只能用公不应求 四个字来形容 凶宅买卖 也并不像小说里 写的那么邪乎 无非就是晦气了点 装修的时候 多注意一下风水布局就行 别的跟买普通二手房 没区别 上周成交了一个 一百平的三环老房 有过五任屋主 五任都是在家里自杀死的 现在开价全款六十万 大把的人挤破头 要买不锡家价一百万 朋友圈都传封了 他说完给我发了个链接 我点开看是个买房论坛 里面全是买凶宅的讨论贴 还有人每天发 自己住凶宅的Vlog 已经连续打卡八百天了 生活美滋滋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住凶宅 似乎也没有小说里 写的那么可怕嘛 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念头 吓了一跳 出门走去附近的一个商场 等我到达商场里的 一家云南餐厅的时候 小梁已经等在店里了 小梁正是我租房的中介 现在住的这间屋子 当时就是他带我看的 他是云南人 年纪不大 但人很热心 办理租房合同的时候 我忘记带身份证复印件 他二话不说 用门店里的打印机 帮我复印好了 我和王晴搬进来之后 他带着师傅 来检修了好几次公共设施 平时带租客来看房 也会提前通知我们 收好贵重物品 总之是个细心的大男孩 我俩打完招呼 一人点了一碗过桥米线 我又加了几个硬菜 小梁一直说着 不用了 极力想阻止我 被我拦了回去 他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 一个劲地说 让我破费了 期间我们聊了聊股票和基金 吃得差不多了 我观察了一下他的神情 直接开门见山 小梁啊 乔哥今天请你吃饭 是有事想问问你 小梁听后赶紧放下筷子 擦了擦嘴 乔哥您说 咱哥俩就别见外了 就是想跟你打听打听 我现在租的这房 房东不是一直想卖吗 哥想知道 这套房子现在市价多少 我帮您问问 小梁拿着手机 发了几条微信 对方马上就回复了 这套房子是普通住宅 总面积90平 满五不为一 房东的报价是500万 交给我们去谈的话 应该能谈到460到480万之间 我记得望京的房子 最少也要7 8万一平 这么好的地铁房均价 才5万多 这不合理吧 我记得你说过 房子挂了两三年 都没卖出去 这房子 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假装惊诧 继续套他的话 小梁急了 拍着桌子跟我保证 这房绝对没问题 房东不卖 是因为不缺钱 而且对房子有感情了 又很挑人 买家不合他演员 他坚决不肯卖 还跟我说 周姐去年就看上了这套房 跟房东也聊过了 可能过两年攒够首付 就买下来 300万的首付 他说套就套 我看他一个人住小次卧 平时也不上班 他哪里来的钱 乔哥您不知道吧 周姐在KTV上班 包 包房的那种 他想赚钱还是很容易的 小梁说着说着就红了脸 我想逗逗他 故意浮夸地说 哦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你看过啊 没 没有 是我们店长 他去唱歌的时候看到了 他告诉我的 小梁眼神飘忽 周姐的职业 我之前也有过猜测 他和和小彤的房间 紧一墙之隔 和小彤告诉我 周姐经常凌晨一两点 带男人回家 他观察好几次了 每次都是不同的男人 既然他是干包房的 那半夜去他房间的那些男人 是什么身份 自然不言而喻 哥 你也想买这套房 小梁看我陷入沉思 试探着问我 最近在考虑 我和我女朋友快结婚了 一直租房住也不是个事 我笑笑 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这套房既然周姐喜欢 那我也不好跟他抢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 哥 你平时看着挺聪明一人 这么大的事怎么犯糊涂呢 他喜欢归他喜欢 一没签合同 二没付定金 这房子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要喜欢就赶紧下手吧 别的我不敢说 这绝对是忘经性价比最高的一套房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小梁这番话意外地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这间房子我和王晴搬进来三个月 居住体验非常好 北漂多年 搬家无数次 能遇上一套好房子不容易 王晴之前也说过 这要真是我们自己的家就好了 如今买房需要的三百万首付刚好够 我和王晴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房贷 绰绰有余 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不是昨天那件事的话 说不定我真的会考虑把它买下来 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感到几分惋惜 甚至埋怨起和小童来 如果不是他神神叨叨的 我马上就能在北京有房了 我和小梁到了别 起身去结账 顺便开了张发票 下午到公司贴发票报销 差点把报销金额填错 和客户聊天我也有些信不在焉的 心里一直想着这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小梁说的应该都是真的 这套房子不是凶宅 而且周姐想买这套房子 她已经在做准备了 可是这样事情说不通啊 和小童砸墙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拦着 这毕竟是她即将购入的房产 她怎么可能任凭别人破坏自己的房 而不加以阻拦呢 而且如果墙里真的有东西 最应该紧张的人难道不是她吗 可她偏偏看上去一副 漠不关心的样子 就插在旁边煽风点火 让和小童把家拆了 太奇怪了 她这么做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 如果她的目的是想尽快买房呢 用卫生间的人只有她跟和小童 现在和小童精神不稳定 只要她咬死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就可以坐实和小童搬来后 被挟碎缠身的假象 再以房子是凶宅为由 逼迫房东降价 她的目的就是为了低价买房 我甚至怀疑 那股臭味说不定就是她自己搞的鬼 和小童在这种长期影响下做噩梦 才导致精神错乱 四散的线索突然在脑子里连了起来 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但要想求证非常简单 就是把那面墙砸开 看得究竟 如果真有事 我们三人立马搬出去 让她一个人守着凶宅 如果没事 那多半就是她在搞鬼 我就先下手围墙 直接抢在她前面把这套房拿下 想清楚这些 我就专心忙起了工作 但不知怎的 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 似乎好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 我没有想清楚 处理完堆积了两天的工作 下班已经快十点了 我想起昨天对和小彤的承诺 在路边的礼品店里 买了个日本的御手 准备带回家送给她 没想到刚打开门 眼前的一幕让我傻了眼 和小彤红着眼睛跪在地上 衣衫凌乱 半边脸冢起 而在她身边 王晴沉着一张脸盯着她 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 听见我回来 王晴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睛也是红的 没等我开口 她把手里的纸捏成一个纸团 砸到我身上 瞧嘞 看看你干的好事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一脸猛逼地捡起那个纸团展开 是一份友好医院的B超报告单 报告显示孕妇怀孕约六周 姓名一栏上写着 和小彤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 我看着地上的和小彤 不敢相信 你 你怀孕了 和小彤抬头看着我 一直强忍着的眼泪 突然就流了下来 她声音哽咽地嗡了一声 点了点头 看着她的表情 那句孩子是我的 被我咽回了肚子里 旁边的王晴冷哼了一声 我过去把和小彤扶起来 她还穿着昨天那身睡裙 在地板上蹭了很多灰尘 洁白的裙子早变得灰扑扑的 身上也全是污渍 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 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 她现在的样子实在太凄惨 我也不想把场面搞得如此难堪 和小彤听后却紧紧抓着我的手 流着泪冲我猛地摇头 眼神里满是惊恐和乞求 我差点忘了她现在害怕去卫生间 我咬咬牙顶着王晴杀人式的目光 把和小彤扶到房间门口 请周姐陪她去洗澡 周姐一直以在门边看戏 瞧见和小彤这服模样也面露不忍 去她房间拿了件干净衣服 牵着她去了卫生间 客厅里只剩我和王晴 空气一时间安静的可怕 看样子在我回来之前 两人已经激烈的吵过一架了 王晴现在不吵也不闹 只是冷眼盯着我 用无声的目光把我凌迟处死 我对不起你 我不敢看她 低下头 王晴冷哼一声 咬牙切齿地问 你们怎么开始的 我和和小彤的缘分 食于一条裙子 我记得时间应该是四月底 我头天晚上和一个大老板谈生意 喝酒唱歌泡澡一条龙 搞了的通宵 第二天在家补觉 睡到午饭后醒来饿得不行 听见有人敲我的房门 打开门 和小彤站在门口充我温柔地笑 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快递 是条明黄色的鱼尾裙 我在地板上找了找 确实找到了一个没拆封的快递 上面写着尺码 明黄色M收件人皮卡丘 家里没人快递都直接放门口 可能是我女朋友拿错了 不好意思 我把快递拿给她 我刚搬过来 还不知道怎么收快递 谢谢了 她到了声谢就离开了 我躺回床上 打开APP开始点外卖 刚刷了两页 门口又响起敲门声 和小彤一脸尴尬地看着我 说她刚刚试穿裙子 头发被后面的拉链卡住了 周姐不在家 只好向我求助 我觉得好笑 帮她把头发扯出来 又帮她拉上拉链 那个 能不能请你再帮我个忙 和小彤有些害羞的开口 两颊染上了不明原因的红韵 她指了指自己的屁股 能不能帮我拍几张照片 我才知道和小彤是一个 时尚功耗的编辑 这条裙子本来是给功耗 写好物测评的样衣 但是因为鱼尾裙摆在背后 她自己拍不到 所以求我帮忙 我大学的专业就是广告营销 专门学过摄影 随手帮个小忙也没什么 谁知和小彤意外的敬业 换了不同的场景 角度 都要拍一遍 从下午拍到晚上 我一个大男人都累了 她依然兴致高昂 最后她提出请我吃晚餐 表达谢意 一顿饭吃得很开心 我们聊了很多 和小彤是云南人 长相漂亮大方 身材凹凸有致又有气质 她喜欢旅游 去过很多国家 还考了潜水证 每年夏天都会去冲绳身前 我看了她在海里录的视频 棕立色的柔顺长发 在海水里散开 线条修长大腿紧实 像一条深海里的美人鱼 当天晚上 我们滚到了一起 后来也断断续续的在联系 跟她相比 你觉得我不解风情是吗 听完这些王晴红了眼睛 她忍着泪水 但语气里满是不甘和怨恨 你别这么想 你跟她上过几次床 你别问了 到底几次 没几次 我 我记不清了 你爱她吗 我没法回答 沉默两久 最后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 啪 王晴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瞬间我半边脸就麻了 她迅速的收拾了自己的贴身衣物 和生活用品 再没看我一眼 瞧嘞 你永远只爱你自己 我们分手吧 说完 王晴摔门而去 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心里也火辣辣的疼 我和王晴在一起六年 在我心里 她是个很称职的女朋友 我真的很喜欢她 如果我不喜欢她 根本不会想跟她结婚 但王晴是个烈性子 她说出的话不会收回 做出的决定也绝不会更改 六年的感情复制一句 说不痛心是假的 但是人总要往前看 现在和小童怀了我的孩子 我不能放着她不管 而且我确实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她 我知道在小童心里 我犹犹豫豫 优柔寡断不是个好男人 但亡羊补牢尤为委婉 我此刻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用尽办法来弥补这一切 卫生间的水声停了 我把那张B超报告单一点点展开 拿着她进了和小童的房间 和小童湿着头发缩在被窝 这样下去很容易感冒 我把她从被窝里拎出来 给她吹头发 她每人鱼斑棕绿色的长发 失去了往日光泽 我叹了口气 一边吹一边用梳子帮她梳头 孩子你想留下吗 我试探性地开口问 和小童轻轻点了点头 那就留着 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也不是很意外 屋子里很安静 只开了一盏暖黄色的床头灯 我一点点把和小童的头发吹干 一缕缕梳理着她的发烧 心里不知怎的突然涌起了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 恍然间有加的感觉 我从背后抱住和小童 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话 小童 我们结婚吧 我向小童求了婚 她喜极而泣 立马答应嫁给我 得知我想买房 她二话不说掏出一张建行卡 说里面有她工作多年攒下来的20万 她愿意跟我一起付首付还房贷 甚至不要求我在房本上写她的名字 我算了算自己的存款 公积金又跟家里要了点钱 几个亲戚东凑西凑 只凑过了300万 虽然只有300万 但已经足够了 我有办法把这套房的价格砍掉近一半 从500万压到300万 我把小梁叫来 当着他的面 和小童把那面墙砸了 露出墙后面藏着排水管的空间 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立马涌了出来 一墙和排水管之间塞满了几个不明物体 我拿晾衣杆把它们戳出来 发现是几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黑色塑料袋 最外面的一层塑料已经有些破了 我用晾衣杆扒拉了几下 袋子敞开 臭味越发浓烈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我看了两秒钟 反应过来那是什么的时候 我一把扔到了晾衣杆 拉着和小童和小梁就往后退 我发誓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令人头皮发麻的情形 早上吃的豆浆油条在我的胃里翻腾 我忍不住吐了出来 黑色塑料袋里包裹着被泡烂的各种动物的尸体 从半腐烂的头部来看 应该有鸡鸭还有鱼 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 小童吓得直接扑到我怀里哭了 一直在旁边录视频的小梁也忍不住干傲 现在有视频有人证 还有小童之前陆陆续续跟我说 怀疑房子有问题的聊天记录 房子被做时有安全问题 房东也无话可说 我给小梁塞了笔钱 让他瞒着凶宅的事别往外说 市面上没人知道忘经多了套凶宅 小梁也很给力 收了钱以后非常卖力的帮我劝说房东 说这套房子一口价250万 我可以全款买 房东人在国外 不了解真实情况 只听说房子里出了事没人敢买 于是还价到300万 必须当场付亲 正合我意 在小童和小梁的配合下 我拿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 小童给我的钱我都还留着 没用来付首付 我一直记着前同事的话 买兄宅必须重新装修 所以打算用这笔钱把房屋重装一遍 因为要重装 房子不再适合出租 中介公司给周姐赔了一笔补偿金 给她介绍了新的房源 周姐走的时候也没拿多少东西 就一个行李箱 临走她还阴阳怪气地夸了我一句聪明 我当然聪明 你能借兄宅自由压价 我又为什么不能呢 小梁说的对 买房就是先来后到 我一秒都不能犹豫 半个月后房本下来了 小童有工作需要出差一段时间 我们打算等她回来以后就去见家长 然后领证 眼看人生中的两件大事 马上就要同时完成 我别提多高兴了 连工作也卖力起来 北漂这么多年 我终于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以后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卫生间的墙中介已经找人补好了 还换了新的瓷砖 完全看不出来曾经破损的痕迹 我联系找了一个装修队重装房间 顺便改一下房子的布局 毕竟她平白无故 人为的背扣了一顶凶宅的帽子 最好还是改改风水 六月底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 傍晚狂风呼啸眼看要下暴雨 我挨个去房间里关窗户 卫生间的灯突然一闪一闪 毫无征兆的就灭了 可能是灯泡使用太久被烧坏了 我打着手电筒想换一个灯泡 突然闻到了一股腥臭味 熏得我差点又吐出来 难道是上次从菜市场找来的家禽尸体 没清理干净 不可能啊 我亲眼看着水泥宫清理干净把墙封上的 肯定没问题啊 那这股臭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突然想起之前小童说过 洗澡中途突然问到臭味的事 这卫生间不会真有问题吧 几个念头反复之间 我后背就已经渗出了一层冷汗 房已经是我的房了 管它是哪路牛鬼蛇神 敢在老子家里作乱就都得被老子除掉 我咬了咬牙 心下涌起一股子很近 去厨房找来一副橡胶手套戴上 又横起一把菜刀 一寸一寸把卫生间摸了个遍 但仍然一无所获 奇了怪了 难道未觉也能出现幻觉 我蹲了半天有些腰痛 扶腰站起来向后拉伸了一下背肌 随意瞟了一眼天花板 这一眼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了 天花板有问题 为了防水 卫生间的天花板做了一层吊顶 其实和真正的墙面之间应该有一层加层 这就是一直存在于我们头顶上方的隐藏空间 如果要在房间里藏一样东西 最方便的地方一定是天花板 我观察摸索了几分钟 终于在顶灯附近发现了一条过宽的缝隙 我把刀从缝隙里伸进去 转了个方向往外一翘 掉顶掉下一块瓷砖大小的建材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掉了下来 被一根红绳悬在半空 卧槽 我只看了那东西一眼 就吓得落荒而逃 连一秒钟都不到 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出卫生间 然后死死地关上了门 我不需要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只看了一眼 它的轮廓就完全明白了 那绝对是个邪恶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就是经常在各种都市传说 和灵异故事里出现过的古曼童 我就说这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 原来是房东在这屋子里养着只小鬼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顶着瓢泼的大雨 直接往中介公司的门店跑去 我租房和买房都是在这里办理的 跟小区就隔了半条街 我早已清车熟路 小梁呢 小梁在吗 我推开门冲进去门店 一个小中介被我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的说 梁哥 梁哥辞职了 上周就走了 我操 我一把将他薅起来 指着办公桌上的座机对他破口大骂 去你妈的黑中介 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 始终提示是空号 我买的那套房子 四栋1805市 你给原来的房东打电话 小梁肯定是跑路了 之前买房都是他在负责联系房东 我才想起来 我根本没有房东的联系方式 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 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骗子 都是骗子 我知道我完蛋了 这一切都是骗局 我是那个被人骗得团团转 还自作聪明的傻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此时此刻的第一个念头 是幸好我没用小童的钱 否则他也要像我一样倾家荡产了 小童 对了 我还有小童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 给小童发微信消息 让他赶紧回来 消息发出去 界面显示对方不是我的微信好友 他 他把我拉黑了 我继续给他打电话 结果 电话也被他拉黑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上个月 还围绕在我身边的人 一会功夫就全部都消失了 哥 你别急 喝杯水擦擦脸吧 可能是看我情绪平复了一点 小中介给我倒了杯温水 他拿了包抽纸 让我擦身上的水 还一边宽慰我 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麻烦 但是万事总有办法 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摇了摇头 坐在椅子上不说话 你要找房东是吧 我记得这个房东一直在国外 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直接跟他女儿沟通的 我们应该有他女儿的联系方式 我帮你找找 说着小中介就打开电脑 帮我找了起来 过了两分钟 电脑后面传出了他惊喜的声音 找到了 房东的女儿姓周 人就在北京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门店的店长拎着个盒饭回来 看了眼电脑屏幕 说出了一个令我更加崩溃的消息 周天丽啊 那不就是周杰吗 他之前一直住在1805 不是刚搬走吗 你说他也是 好好的房子攥在手里不住非得卖 卖就算了 还挑买家 这几年想买这套房的人 没有一百也有几十 每次带人去看房 他都说不满意不肯卖 摩基死了 现在可算是卖出去咯 说完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问我 我记得你 周杰的房子就是你买的吧 在我们店里签的合同 我被这个消息 震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周杰不是租客 他才是房东 他说要买这套房是骗人的 他和小梁串通好了 用低价诱惑我心动 小梁甚至配合我做假凶宅 就是为了把这套真凶宅卖给我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 他这么处心积虑地骗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和小童接近我 又是为了什么 我想起了那份B超报告单 好在当时我把他拍照保留了下来 我打开图片放大 报告单的署名医师是赵泽田 我立马关注了友好医院的微信公号 从小程序进去预约妇产科 根本没找到一位叫赵泽田的医生 我又打电话跟医院确认 证实了这份报告单确实是假的 甚至 甚至连给我的银行卡也是假的 里面没有一分钱 原来 连和小童也在骗我 他假装怀孕就是为了弃走王晴 让我在冲动之下来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如果一个人连续遭受多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的承受力预值会显著性地提高 除非遭受比之前更大的刺激 他不会再对外界的事物做出任何反应 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我已经忘了我应该尽快处理接下来的事 尽量挽回些损失 我也忘了我如今早已倾家荡产重判清理 我的内心一片宁静 再没任何波澜 我回到家 在卧室的卫生间里洗了个热水澡 换了身干爽的衣服 我躺在床上 直直地看着天花板 大脑一片空白 我做这一切的时候 卫生间的门依然死死地紧闭着 我仿佛能听见耳边传来孩童的调笑声 一声一声 敲进我心里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似乎刚到北京 留着寸头 在酒吧里和同时喝酒摇骰子 舞池里破旧的音响放着红尘客栈 我非要搂着姑娘跳舞 姑娘反手给了我一巴掌 然后牵着我去了吧台后面的卫生间 我绣着她的肩颈 她身上有股松木燃烧后的烟灰味 她不停地喘 腿上没有半点力道 我们一前一后 把躁动的荷尔蒙都耗尽 最后她浮在我的肩头 娇软地跟我说 她的名字叫阿丽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名字 你骗人 我永远不会骗你 那万一你骗了我怎么办 那就让老天罚我倾家荡产 孤寡一声 一言为定 阿丽 阿丽 周天丽就是阿丽 怪不得我会觉得她房间里 有股熟悉的烟灰味 原来她一早就认出了我 我打开门去了周天丽的房间 很轻易地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 袋子里有多份老旧泛黄的文件 一份2012年的运检单 运期每月的B超报告单 男婴的出生证明 病历本 死亡证明 最后一份是火化委托书 男婴是欧行血 和我的血型一样 我突然想起王晴看小说的时候 跟我说过 古曼童最开始 是用故去孩童的骨灰制作而成 目的是为了纪念失去的亲人 我一直想不通 周天丽设计这么大的一个骗局 究竟是为了什么 到现在我才明白 这是一个女人的复仇 她利用小梁 利用和小童 甚至利用跟我最亲近的王晴 只为了引出我心中的贪欲 让我甘愿跳入她的圈套 她惊心不举 把最后的杀招放在最明显的地方 等待着给我致命一击 两天后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来店 是周天丽 她约我到旺京的一家猫咖喝咖啡 那天阳光很好 她穿着牛油果色的连衣裙 戴着墨镜 看到我来还笑着冲我招手 跟我的失魂落魄相比 她简直美艳不可放物 我点了一杯焦糖马七朵 焦糖很香 但我没什么心情喝 她一直在撸猫 从阴短撸到鲜罗 爱不失手 你找我干什么 我艰难的开口 为了保持清醒 我抽了太多的烟 声音像恶鬼一样阴雅 我来提醒乔先生 乔先生当初买房 用了卑劣的作假手段 恶意压低房价 已经构成诈骗罪 这套房原本市价是八百万 你还欠着我五百万呢 周天丽宠我笑 这一切都是你的骗局 如果不是咖啡厅里人太多 我就要站起来仙桌了 就算我做了假 你不也养了小鬼吗 签合同之前 卖家没有告知买家引擎 你也是违约 我完全可以告你 周天丽嘲讽的笑了笑 点开一个手机截图 放在我面前 谁告诉你 那个东西是古曼彤的 截图上面是一个 木雕定制厂家的淘宝页面 那个东西是木雕 古曼彤是假的 我的理智快崩溃了 对啊 而且谁知道这个木雕 是不是之前 哪位租客留下的恶作剧呢 瞧嘞 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欠了一屁股债 你拿什么跟我打官司 周天丽拿出一份文件 递到我面前 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我们两不相欠 我可以不追究不起诉 我看了一眼 文件抬头写着 房屋赠与协议 赠与人 乔磊 受赠人 周天丽 事已至此 我没得选 我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和小彤她 是你安排的吗 当然 她有没有爱过我 当然 我任命般地叹口了气 颤抖着签下自己的名字 周天丽满意地 看了看我的签名 又掏出一个喜帖 放在桌上 封面上写着 她和小梁的名字 我下个月结婚 有空来玩 对了 三百万就当是你的水里了 说完周天丽站起来 理了理裙子 准备离开 她走了几步 又折返回来 冲我明媚一笑 你猜我刚才说的话 有没有骗你 全文完